第四单元 元明清时期 元朝的统治 这个标题 元朝的统治 第一就是以中书省为主的中书权力机关 就是他的官制实际上 讲的是元朝的政治制度 元朝的政治制度 就是中书省替代了前代的三省 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咱们讲中国古代 对皇权 或者说对中央集权 构成的最大的威胁 一个是来自于什么权 相权 再一个是来自于什么 地方 再一个是来自于地方 所以从魏晋以来 一直到隋唐宋 那么这个君主呢 就是处心积虑的 要加强这个军权 削弱项权和地方割据的权力 到了宋朝 可以讲这种政治制度 已经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这个制度 这个召集于召送之势 中国古代制度最完美的时候 就到了那个朝代呢 宋朝 往后就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野蛮民族战胜了这个文明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武力扩张的这个民族 这个就是消灭了这个文化文明高度发达的王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个大倒退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制度 根本就没有制度 这个从克木结绳 一下就进入到这个高度文明 他适应不了 而且呢 他也并不学习这个中国的儒家文明 可能他在接触中国的儒家文明之前 他就接触了这个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很多这个元朝的皇室贵族太后 都是穆斯林 或者是基督徒 所以他并不是像那个辽啊 夏啊 金啊 包括后来的清啊 除了接受儒家文明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制度的建设 应该说是很很糟糕的 这么一个事 那基本上这个蒙古皇帝呢 就全是外国人 忽必烈粗通汉语 借助翻译 大概能跟这个大臣交谈 汉文书籍肯定是看不懂的 那肯定是看不懂的 然后大概这个元朝的十二个皇帝里面呢 元英宗 能能可能能认得汉字 还有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元顺帝 托欢贴抹 大概能够认得点汉字 剩下的蒙古皇帝都是不认得汉字 也不会讲汉语 那就整个就是一帮外国人 他也不想学 他也不想学 所以就说本来这个宋朝 那个时候三省六部 分这个项权 对吧 宋朝这个在隋唐三省六部的基础上 又设立二府三司 项权就已经削弱到了 几点了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上 陆周县三级 在陆这一级机构 又设立这个帅司 仓司 曹司 县司 是吧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的权力机构一分为四 这种制度应该说很完美 可是到了元朝呢 我们看到 谁来集权啊 中书省集权 上书门下省没了 就中书省集权 所以这是这个群相 又倒回到了什么呀 独相 当然他这个中书省的成相不止一个 中书右成相 左成相 蒙古人以右为尊 右成相 左成相 是吧 然后这个平章正式 参知正式 右成左成 但是你这个最高级别的官员 中书右成相 别人都比他小 左成相都比他小 是吧 虽然你成相很多 但你分出了大小 所以这个在元朝 权项专权这种事就要层出不穷 是吧 比如像那个什么 薄言啊 什么燕天末尔啊 这些权项专权 是吧 你看那个蒙古人 这个这个这个王朝 非常有意思 是吧 呃 这个 满打满算 是吧 这个入主中原 九十年嘛 那所以真的是 葫芦五百年之运 是吧 满打满算 入主中原九十年 那从他如果从统一算起来 是吧 就从他建国 那忽必烈建建立元朝 这个到他灭亡 九十七八年的样子 是吧 从统一算九十年 是吧 九十年 然后这个 这九十年当中 十二个皇帝 是吧 十二个皇帝 清朝是三百年 十二个皇帝 他九十年 十二个 跟五代十国 快有一拼了 是吧 而且这十二个皇帝 非常有意思的是 开国的士祖忽必烈 三十年 最后一个顺地 托欢贴摸 三十年 中间三十年 十个 是吧 三十年十个 比美国总统任期都短 是吧 那就说绝大多数皇帝 都是怎么样 就是被人做掉了 内斗 他又不像咱们中原王朝 有那个敌长子继承制度 是吧 皇位继承是有序的 他就是跟那个 说点难听的 就跟那个 那个 动物园 那猴山 改选猴王 那种感觉差不多 是吧 谁胳膊粗 谁拳头大 把对方弄死 然后你就上来 是吧 你就上来 全都是那种非正常死亡 你看在位一年两年三年 这种皇帝多了去了 是吧 多了去了 是吧 就他这个野蛮基因 始终就没有这个退掉 所以就是被这个 这个今天的这个 这个愤青们 这个这个吹得不得了的 原帝国 是吧 我们中国人当年打到过 欧洲 那是中国人吗 是吧 那是中国人吗 是吧 成吉斯坦那像印在蒙古国的货币上 那怎么能是中国人呢 是吧 你是被他给灭了 你是王国奴 你还挺美 是吧 你还你还你还不以为耻 你还反以为荣 中国人打到欧洲 这是中国人吗 对吧 你要被日本征服了 你还吹日本天皇去 对吧 所以他那个时候 你是你是王国了 你是被他给消灭了 是吧 你被他给灭了 是吧 他打到了欧洲又怎么样啊 是吧 他他占了地球 陆地表面的三分之一 又怎么样啊 他不就九十年后 就回草原放羊去了吗 是吧 连锅他都不会做 是吧 铁锅他都做不出来 他不会野铁 是吧 野蛮永远战胜不了文明 是吧 就这一个 颠扑不破的真理 是吧 从这个亚历山大帝国 到前苏联帝国的崩溃 都证明这一点 野蛮不可能战胜文明 是吧 所以你玩狠的 玩愣的 这玩 没用 是吧 耍混蛋 这谁不会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东西没用 是吧 所以蒙古帝国 这个政治建设 应该说是一塌糊涂 是吧 所以他内部轻压得非常激烈 到最后促使他 早亡 是吧 这个 明朝的北伐军都打到哪了 都打到快快快 兵临大都了 那俩王爷自个儿还领兵 还那护杨掐呢 那俩蒙古王爷 是吧 那还掐呢 所以他这个 地方上也是 是吧 原来人家是 陆州县 这几级挺好 结果蒙古设立 行省 对吧 行省就是行中书省 蒙古因为 号称地盘很大嘛 是吧 这个 这个 呃 东晋辽佐 西极流沙 北于阴山 南越海表 汉唐极盛之计不及也 是吧 地盘很大 是吧 这个 愤青们外外说 两千万平方公里 约相当于解体前的苏联帝国 是吧 这个 两千万 平方公里 是吧 就是如果是真的的话 也不知道怎么考生出来的 是吧 两千万平方公里 是吧 今天你放羊到了这 这就是你的地了 那明天你的羊死了 这地去不了了 就算了就算了 那这就 就归别人了 是吧 就是你两千万平方公里 蒙古人设立了十个行省 十那边 十一个 十一个行省 是吧 因为这个 呃 今天的河北 山西 山东 是中书省直辖 剩下的地方就设立这个 呃 行中书省 是吧 行中书省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就 呃 我们前面讲 当年这个秦汉的时候 搞郡县制 对吧 东汉的时候在郡上设啊 州 对吧 化天下为十三州 所以东汉末年 军阀 歌剧 对吧 哎 东汉末年 军阀歌剧 你这么大的地盘 你就十一个行省 那很显然也不利于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说地方歌剧势力的这种啊 强大 是吧 地方歌剧势力很强大 所以你看那个 一直到了明朝建立后的二十年 洪武二十年 明朝军队才平定云南 是吧 就是这个蒙古的梁王 巴国拉瓦尔密 始终占领这个 云南 那二十年的时间 才把云南平定 洪武二十年才平定 是吧 所以可见他的地方歌剧势力就很强 等于留给后来王朝的 要解决的 等于就是 本来隋唐宋已经解决的问题了 到后边又得怎么样 从来一遍 从来一遍 因为蒙古人整个玩砸了 整个玩砸了 你得从来一遍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他的中书省为主的权力机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经济 棉纺之夜 这就知道黄道婆的完了 我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中国古代 老百姓的衣料 穿什么东西 这个顺序应该是什么顺序 麻 丝 棉 对吧 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 麻 丝 棉 最早出现的是 麻 最早出现的是麻 那个在这个 史前文明时代 是吧 这个 半坡呀 什么这个士族 和姆度啊 他就应该有了这个了 那就麻 是吧 那么这个 呃 丝 那咱们说这个 始终他不是主流 因为什么人才穿这个丝啊 就贵族嘛 你家贵族 是吧 你家那个 汉高祖的时候 重农一伤 就不允许这商人 穿丝绸嘛 对吧 就你有钱也不行 那贵族穿这个 穿这个丝 穿这个丝 所以这是 麻丝棉 棉部呢 就是什么时候 在中国开始出现 这个 北宋的时候 开始 就是这个棉花 传入到中国 就是棉花 传入到中国的途径 是两条 一条是 从这个 印度 传到中国 东南沿海 再一条呢 是传到新疆 传到新疆 这么过来的 是吧 这个 所以 北宋的时候呢 像福建啊 广东啊 可能那种 东南沿海地区 有了这个 种棉花 制棉部的 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 中国的南方 这个 穿棉部的 就比较 普及了 那元朝的时候呢 开始向全国 推广 到了明朝 棉部才成为 老百姓的 主要 意料 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老百姓 普遍穿棉部 应该是在哪朝啊 明朝 那距离现在 可能也就是 几百年的历史 是吧 几百年的历史 是吧 就咱 因为现在的 这个 这个 纺织技术 可能越来越 什么 就是说 纯棉的 什么纯麻的 咱现在一般 就是穿着衣服 都问这个 是吧 你是不是纯棉的 纯麻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那个棉部 要是下水一洗 捞出来就全是窟窿了 是吧 所以像我们小时候 穿的那衣服 都是那个 讲究要那个 就今天人都没人穿 画仙的 的确凉了 听说过 的确凉 风一吹 的确凉 是吧 一出太阳 的确烫 是吧 的确烫 是吧 就你们现在的校服 可能都是那种 画仙材料 是吧 基本上跟那个 民工的 塑料编织袋 的制作原理 是一样了 是吧 所以太阳一晒你们就全都晕过去 是吧 全都晕过去 现在是讲究纯棉 什么的 知道这个就完了 黄道婆的这个 棉纺织技术 然后科学技术 天文 郭守静 郭守静 制造这个 魂仪 简仪 魂仪 简仪 郭守静造的这个 食物 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这个魂仪 简仪呢 现在最古老的 是明朝 仿制的 在这个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这个仍然还有这个陈列 咱们北京古观巷台的那个东西 那就是清朝的了 康熙年间 仿制的 而且是根据这个 南淮人唐若旺 这些个这个外国传教士的建议改进 那就更更近了 更近了 你们家摆的那个 那就更近了 是吧 那就别说了 别说了 然后就受实力 受实力 受实力呢 就是这个 你知道这事都完了 就是 他是说一年是365.2425天 是吧 这个 跟现行功力呢 一年的时间差13秒 那是他多13秒 还是少13秒 没记住 现行的功力是罗马教皇 格力高力 也不是七世 还是八世 那在15几几年的时候 制定出来了 那所以 这个 郭守静的受实力 比他早300年 比他早 所以今天现行功力 又叫格力高力力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 格力高力力 是吧 就这么回事 就是 这个 可能是 作为一个常识 就是 这个 力法有三种 这个 阴力阳力 阴阳力 阴力 阳力 阴阳力 那咱们中国人 就今天的这个 现行的功力 那明显的是什么力 阳力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 为 为什么呀 为一年 一年12个月 大月理论上31天 小月理论上是 30天 那既然大月31天 小月30天 七月大完了 八月就应该 小 可八月也大 是吧 八月也大 因为是奥古斯都的 生日 是吧 就乌大为的生日 八月不是奥格斯特吗 那就是奥古斯都的生日 所以我既然 阵的生日 这月多一天 那这月多一天 从哪月 哪一天呢 二月 二月干嘛 杀人呢 就跟咱那个秋后问斩 那个似的 这月杀人 赶紧过去 赶紧过去 所以就功力 他只考虑地球的功转 不考虑别的 明白这意思吗 阴历是什么样呢 阴历就是阿拉伯人用的回历 就是阴历 阴历呢 就是月亮绕地球一圈 这就一个月 一年十二个月 所以三百五十四天 一年三百五十四天 所以回历 以公元六百二十二年 穆罕默德 创立伊斯兰教为元年 那么如果六二二年 是元年的话 那现在应该是 一三多少多少年 对吧 但回历已经到了 一五多少多少年了 对吧 你得怎么算的 这玩意儿 因为他一年就比功力少 十一二天嘛 少十一二天嘛 我们中国人用的浓历 就是所谓的阴阳历 地球绕一圈 是一年 对吧 然后月亮绕一圈 是一个月 大月三十 小月二十九 十九年七润 十九年里要有七个润年 今年润二月 那就俩二月 那就今年十三个月 十九年里有七年 是十三个月 是十三个月 为什么你得跟地球公转中期 得找平嘛 所以看起来 中国的立法 尤其在指导农业生产上 是最科学的 科学的 就是中国古代 没有科学 只有技术 有技术 没有科学 我们中国人 对不实用的东西 或者说对不能变成钱的东西 是不感兴趣的 是吧 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你什么解析几何 那玩意儿 它不可能诞生在中国 那疯的琢磨那玩意儿 是吧 那干嘛使我买菜 我列方城了 对吧 那干嘛使 我就加减乘除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是吧 我为我祖冲之 我干嘛要算圆周率 我不是计算面积 什么那玩意儿 我这骨仓的面积 铁骨的面积 是吧 所以我就干这个 是吧 我为什么这么重视立法 我以农立国 我不重视立法 行吗 是吧 几月份该播种 几月份该收割 什么的 这东西 我不重视立法 哪成 所以这个中国古代 没有科学 科学诞生于哪 西方 以后我们会讲 是吧 以后我们会讲的 科学是戈白尼开创的 牛顿的 他们这一派 是开创的 所以咱们没有 所以咱们中国 今天也是 你发达的是什么科 文科 中国今天就是说 最发达的是什么科 不是 今天中国最发达的是 工科 不是理科 是吧 不是理科 是吧 中国最发达的是工科 工科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实践 是吧 你要理科发达 你怎么能没有诺本讲 对吧 你理论的东西要发达 你怎么能没有诺本讲 你有不了 是吧 你有不了 因为你重视的就是 马上能变成钱的东西 一卖就成钱 一卖就成钱 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是 是很有个性的一个 是吧 所以你看 中国古代的所谓 所谓的科学 对吧 中国古代所谓科学 天文 医学 数学 农学 建筑学 哪样都是跟实际操作的 那呀 沾边 那沾边 是吧 所以他不是说 我这个有什么理论上的东西 没有 所以看底下那个 农书 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 这就没什么可解释的了 文学艺术就是 圆曲 圆曲 这里是说了吗 杂句跟散曲合称为圆曲 说了哈 杂句跟散曲合称为圆曲 观汉青 马志远 这帮人的成就特别高 圆曲很美啊 你学过吗 中学语文教材应该有吧 圆曲 它是一支一支的什么呀 曲牌啊 今天就没了 就是说失传了嘛 就是说这个 你想拿着昆曲的话 联合国一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头号嘛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说这个圆曲的 活化石 保留在台湾 叫做南管 是叫什么呀 800多年了 就台湾的这个 还有人会唱 是法国人到台湾 发现这东西太美了 800多年还能唱 然后把它公之于世 这个台湾才重视 然后大陆才恍然大悟 咱们就 这咱不得了 原来这东西是国粹 原来这东西是国粹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很美的 这种东西 原曲为什么成就特别高 其实啊 这个就是这个京剧要是跟这个昆曲比起来 就没法比了 因为后面还会讲 是吧 就没法比了 是吧 京剧能够在这个中国成为国粹 是吧 成为国粹 这个 一号大恩人 就是思义太后 是吧 因为他没文化 他听不懂昆曲 是吧 原来那玩意儿哪能进宫里唱啊 我一枪戳你仨窟窿 这哪能上宫里唱去 是吧 这都是那个那个 白话到家的东西 是吧 前面前面走的开国将 后面跟着兵部侍郎 就这话哪能 哪能上宫里 都大白话了 不行 老太后没文化 听不懂昆曲 所以京剧就进了宫了 结果本来是泛夫走卒 唱的东西 一不留神成国粹了 是吧 当然今天的这个京剧 你说它再白 如果跟俗歌曲比起来 是吧 光俗不通的歌曲比起来 是吧 那还是高雅多的 是吧 那还是高雅多的 那东西你爱我 我爱他 不行了就自杀 这还是比那 还是比那 比那玩意儿 是吧 我觉得好像一般 零用歌曲就是唱歌 因为我也不听 我听完了之后 就吃不下饭去了 所以这个受不了 本来饭量就小 听一首这歌 好像前天晚上都吐了 你这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 我觉得他们那个唱歌的人 好像舌头构造的 有点问题 需要拿电脑去给一下 是吧 给一下 是吧 然后这个 原曲为什么很优美 就在于 他是这些个文人 知识分子 去写 为什么知识分子 写这玩意儿 没科举 对啊 没有 元朝没有科举 九十多年 十六次科举 就十六次 没有科举 没有科举 读书人就不能干嘛 不能当官啊 没有科举 读书人不能当官 元朝的当官的 都是什么人 是清是露 几乎就回到了 先秦时代了 是吧 几乎就回到 先秦时代了 木华黎的后人 永远是担任宰相的 基本上你别人 你甭想 这个意思 社会上的人 分了十等 一官二立 三僧四道 五一六公 七将八仓 九如十盖 读书人比妓女低 比乞丐高 在社会上 这十个阶层里 位列第九 所以这个 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 知识分子 被尊称为臭老酒 臭老酒 那么你为什么叫臭老酒 这老酒是谁定的呢 是这个元朝定的 就是这个 蒙古人给定的 光念书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妓女呢 妓女是第八 读书人第九 读书人第九 然后比乞丐高点 比乞丐高点 所以那读书人怎么办 我既然 出世忘 满腔的愤懵 诉诸彼端 就写成了这个什么呀 圆曲吧 你写什么玩意儿 骂政府 最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你 对啊 你电视剧啊 你写剧本吧 你电视剧一眼 老百姓都能看懂啊 没文化也能看懂啊 你写小说 没认字 谁看 谁看 谁有功夫看书 现在 所以他就是 就这么个意思嘛 我给你写剧本 演 大家都明白 斗鹅渊 这个 地也 你不分好歹 何为地 天也 错堪咸语 网作天 你这是骂天 骂地吗 这是骂谁啊 骂政府吗 你幸亏蒙古皇帝 人不懂汉语 你爱骂啥骂啥 你听不懂 羊腿好吃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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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割清朝皇帝 哇 要割个 保读诗书 是吧 你到那个 康熙 这个 雍正 乾隆 这三位 无书不读 那那玩意儿 那个文字玉就该 来了 元朝没有文字玉 元朝这一点 比清朝强 没有文字玉 多新鲜 他倒想 有文字玉 正跟他进步了 正跟他进步了 蒙古字 他认得紧 你还甭说汉字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元朝 第二个就是明清了 明清了 明清 这个 中国古代的 政治制度 的最完善的地方 在于君臣 共治天下 这个 臣子对君主的行为 要有约束 要有约束 所以唐宋的时候啊 这个建议官非常发达 台建的这个作用非常发达 是吧 就是说这个 他可以这个 阎官嘛 可以这个 就是指摘皇帝的这个 过失 君臣共治天下 是吧 这个天下不光是 你们赵家的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是吧 君臣之间 亦师亦友 这样一种关系 到了元朝就彻底 就完了 是吧 因为元朝来自于北方 一个小部落 当中的一个小氏族 当中的一户小人家 是吧 然后就那么就那么 他就等于就是 整个这个 这个国家就变成了谁呢 他一个人 他们家了 家族式国家 君臣关系 就发展成了什么呢 主奴关系 对吧 你看那个 元朝皇帝跟底下的大臣 都是这种主奴关系 是吧 有一个姓董的汉人 官居这个参知正事 就相当于副宰下 是吧 士祖皇帝很喜欢他 然后这个 经常呢 要让他呢 就是伺候皇上啊 就给他 给皇上这个奏报 这个军国住室 所以他就在皇上寝宫里面 伺候皇上 伺候皇上 然后经常呢 就是半个月不能回家 半个月不能回家 有一天 那个忽必烈睡醒了 发现这个平章正 这个这个参知正事呢 这姓董的呢 在忽必烈床底下睡着了 就躺在地上嘛 是吧 因为蒙古人都住大帐房 那地上都铺着那个 兽皮 是吧 他铺着兽皮 他躺在那上面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这个忽必烈叫 他叫不醒 忽必烈据说是一个 二百斤直逼三百斤左右的这么一人 肥胖到几点 他行动不便 行动不便 所以忽必烈就让自己的妃子 说踹他一脚 把他踹醒了 他妃子不敢啊 人家这是一品大员啊 是吧 参知正事 你说我什么身份 我踹他 妃子就得得色索都不改 忽必烈非常生气 说你踢他去 没事 你踢他 是吧 说他他一样 就是伺候咱家 咱家家奴 是吧 你有什么不敢踢的 去踢他去 是吧 所以你关居宰相 在皇上眼里变成个什么 家奴啊 你变成个家奴啊 是吧 那你想想秦汉时期 宰相什么地位 你就唐宋时期 宰相什么地位 元朝的宰相就怎么样 一落千丈了 对吧 你原来就是 你蒙古人的宰相 有的好多 他就是皇上家的奴才 他就是这种家族式国家 明朝继承的就是元朝的传统 他继承的不是宋的传统 继承的是元的传统 因为宋已经灭亡了小一百年了 朱元璋字都不认得几个 他就不会了解历史 所以他继承的是元的传统 你看他底下说 明沿袭了元的制度 设立中枢省 找了吗 然后这个管理的这个管理全国的政事 然后呢 他鉴于这个元朝啊 成像权势过重 所以呢 这个就就就就就就改变一下 那因此底下 这个明太祖裁撤了中枢省和成像 找了吗 裁撤了这个中枢省和成像 1380年 也就是这个宏武23年 这个宏武23年 不是宏武13年 宏武13年 这个 朱元璋借口宰相胡维雍谋反 掀起胡裕 杀掉了这个 胡维雍以下两万多人 开国的这个文臣 基本上就是徒露殆尽了 所以这始于明朝的这个繁右斗争 取得了这个决定性胜利 然后这个胡维雍以下 胡维雍以下 这个两万多人全被干掉 朱元璋开国 文靠李善长 武靠徐达 结果这个李善长作为太子的老师 70多岁 朱元璋说他谋反 说他谋反满门超胆 这个马皇后绝食抗议都不管用 后来这马皇后就跟朱元璋讲 说这个老百姓都知道 教师节了给老师送礼 给老师送礼 当然没送也没关系 老师也不会在意 说这老百姓都知道 教师节就给老师送礼 咱们皇家竟然把孩子老师杀了 你说合适吗 朱元璋说李善长谋反 这马皇后都乐 李善长77了 70几了 他谋反干嘛 他77了 他当皇上能当几年 中国历史上过70的皇帝就7个 过80的就4个 李善长已经77了 他当皇上当几年 他还选美女干嘛 这不可能的事 所以李善长他不会谋反 朱元璋说你甭管 这事你甭管 你听我的 一家70余口啊 满门抄斩嘛 这开国文臣之首的是李善长 然后武将 甭着急 一个一个收拾 武将这个拘手就是谁啊 徐达嘛 徐达嘛 这个小时候一块放牛的 这是什么交情啊 一块放牛的 而且朱元璋把牛吃了 徐达去顶钢去 给地主放牛 朱元璋给吃了 把牛不是给 他一个怎么吃到一头牛呢 不知道 反正 那可能就是杀了呗 杀了吃一部分 剩下肉藏下来 是吧 藏下来 他什么缺德事干不出来 吃了 然后最后 徐达去顶钢去 说没看好那牛 让狼什么的 给叼了 徐达挨揍 这种关系 朱元璋刚会写字的时候 就是刚会写人话的时候 不都是他母亲 那他早就会写 是吧 那就会写人话的时候 朱元璋 这个亲手啊 亲笔 就圣旨一般不是皇上写 对吧 都是这个慈臣们写 朱元璋 亲笔写圣旨 歌颂这个 徐达 这个 从于起兵于豪上 先存捧日之心 来自定顶于江南 遂作晴天之柱 歌颂徐达 是吧 当年我起兵豪上 你就跟着我 先存捧日之心 那会儿你就捧着我 是吧 来自定顶于江南 咱江南定顶之后 遂作晴天之柱 你是大明朝的晴天柱 是吧 封这个 这个 这个 哎 封这个 这个 国公啊 那结果这个 这个 徐达的 夫人 这个 进宫探望马皇后 那原来就是 轴里俩吧 这 聊聊点家常里短 探望马皇后 结果这徐达的夫人就 跟这个马皇后就说 哎呀 你们家房子真大 真好看 皇宫当然大 当然好看了 结果这个 朱元璋一听说 就命人把这徐达的夫人乱棍打死 打死之后让徐达来收尸 我替你除了个祸害 你谢恩吧 是吧 因为他跨我们家房子大 说明他想造反 是吧 他也想住这大房子 想造反 那这是个祸害 他天天给你耳边 让你住这大房子 你说你能不住吗 是吧 你谢恩吧 徐达含泪 谢恩 然后背上长疮 就是长 长烂疮 这个烂疮 最忌讳的就是吃 发物 结果朱元璋派人给他送真额吃 是吧 这个徐达含着眼泪吃的真额 半夜三点 这个窗蹦发 徐达就死了 然后朱元璋假惺惺的哭 追封魏王 挫朝几日 你怎么这不幸去世了 你比谁都清楚 他为什么不幸去世 对 然后借口大将军蓝玉谋反 又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开国的武将也基本上就杀光了 对这个朱家江山能够构成威胁的人 已经怎么样 不存在了 要饭花子终于坐稳了这个龙亭 坐稳了龙亭 所以开始了276年的祸害中国的历史 这个朱家开始祸害 所以他把丞相一杀 恶狠狠的立了一个牌子 立在宫里 后世子孙 不得欲立丞相 成功敢言立相折斩 这是明朝的宪法 太祖皇帝的遗训 后世子 我不立丞相 后世子孙也不许立 如果你底下的大臣 劝你立丞相 你把他宰了 你把他宰了 那我们看 宋太祖 宫里立一个石碑 碑上三条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 严士者 不加田地之父 不得欲用后代柴氏子孙 如果柴氏子孙谋反 只于宫中赐死 不得适曹旧路 你只要宫里把他吊死 堵死就完了 别上大劲砍他脑袋去 你看这个明朝的皇帝 这恶狠狠的 成功敢言立相折斩 你看这个心胸 你们看得出来 真的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掏地洞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掏地洞的 它就是这种水平 所以欧洲人为什么讲 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你们这个气质这东西 不是说能培养得出来的 不是说能培养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 朱元璋这么干 这么干之后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看这第二 内阁制度的形成 这个 废了成像之后啊 就是说他这个正事太多 这个能明白吗 八天之内 平均每天批阅奏章 两百多件 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他还没给他累死 他自己写了一首 据说是诗的东西 这个 据说是诗的东西 百辽未起 朕先起 百辽已睡 朕未睡 不如江南 富足翁 日高三丈 游拥背 如果这可以称为诗的话 是吧 据说他这个 他写了一首这个东西 来挨一探 你说我这皇上干什么劲 是吧 他起得比鸡都早 是吧 鸡还没叫了 我醒了 你是这样 是吧 所以怎么办 忙不过来了 怎么办 设置电阁大学室 知道了吗 帮他帮他处理这个国事 后半话 他设置电阁大学室 处理政务 很少能参决政事 由明太祖 这个亲自主持 就说这个大学室 就相当于皇上的什么呢 秘书 秘书 所以他设立了电阁大学室 这大学室品级很低 六七品 七八品 都有 第二 成组的时候 这个电阁大学室呢 入职文渊阁 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 如果内阁 由此出现 成组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 开始这个 大学室能够干嘛了呢 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 可以干这了 原来太祖的时候 你不能决策 你只帮着皇上 处理政事 到成组的时候 这些大学室可以参与 决策了 虽然品级不高 但是权力怎么样 很大 那就是我 我记得我给 前面说咱讲了这个 中国古代这个政治的这个 一个特色就是这么玩 小官管大官 对吧 哎 内朝官管外朝官 我就皇上用自己身边的人 官位虽小 接近于天子 是吧 然后这个 来 参与这个决策 成组之后 呃 就明朝是十六个皇 是吧 太祖 然后惠帝 就是建文帝 是吧 四年就被干掉了 是吧 然后成祖 仁宗 宣宗 是吧 仁宗宣宗的时候呢 就是明朝 反正明朝也就开国的几个皇帝 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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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吧 除了这个太祖 成祖就俩暴君 是吧 仁宗宣宗还可以 但是仁宗在位十个月就给磨磨磨了 是吧 又胖又瘸 十个月就完了 然后宣宗继位 所以这个仁宗宣宗的时候号称叫仁宣之治嘛 仁宗宣宗那时候继位 到宣宗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大学士啊 一定要由六部的上书或者侍郎担任 六部的上书和侍郎都是一品二品的大员 他们来出任这个大学士 那就变成了这个大学士的这个品级相应了 就怎么样啊 提高了 那就提高了 那所以这个 第三一点 第三一点 就是后来后来实际上就从宣宗以后 后来这书上也没说是从哪个皇帝就门管子了 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达大臣奏章的票拟权 知道了吗 这个大学士有了票拟权 他可以替皇上批达奏章 批达完了之后 他这个意见写在一张这个小纸上 加在这个奏章的 这个就是露个脚跟书签的露出来 这个东西叫票拟 就这个这件事怎么处理 大学士先拿个处理意见 然后皇上看了这个意见之后 朱笔 这个就是皇上写字不是用墨汁 用朱砂 毛笔站着朱砂 朱笔批 这个东西叫批红 最后的处理结果 以皇上的批红为准 但后来皇上就不批红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明朝的皇帝是都很有专业的 做木匠活的 这个攒钱的 练单的 然后玩打仗的 明朝的这个遗传基因很优秀 遗传了朱元璋的这些基因 所以皇上就不干这事了 按照这个网上的某些著名历史学家论断 明朝是民主的政治 所以君主立宪 皇上不干事 皇上不干事 那谁来干呢 太监来干 就是明朝很民主 太监可以干这事 太监就干这个批红 私里坚丙比大太监干批红 所以为什么明朝的宦官专权是非常厉害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批红的这个权被谁拿走了呢 被太太拿走了 是吧 被太太拿走了 所以这是说的第三 第四一个呢 就是张居正啊 这个任首府的时候 大权进归内阁 六部呢 变成了内阁的下属 知道了吗 这个张居正做这个内阁首府啊 就说这个内阁啊 到后来就形成一个什么 什么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这个内阁的大学士 一定要管部 大学士嘛 是有分工的 要管部 你管哪个部 是吧 那么比如说啊 我文渊阁大学士 然后我管户部 那么如果我到户部去视察的时候 户部上书要坐在边上 我坐在这个大堂的正中间 所以这样的大学士就被尊为中堂 是吧 我们看那个那个 合中堂 李中堂 是吧 中堂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学士管部 你大学士如果不管部 不是中堂 那就是荣誉性职务了 那个不是中堂 你得管一个部 具体你管哪个部 是吧 才能被称为这个中堂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词这么来的 这个词这么来的 大 我们看啊 说内阁的权力已经怎么样啊 很大了吧 跟过去的首相 跟过去的丞相怎么样 一样吗 一样 最大的区别在于哪呢 内阁是一个办事机关 而不是什么呢 这个 国家的这种 就行政机构 那行政机构 就比如相当于这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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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 而不是什么部 是吧 最起码 最起码的一点 内阁在哪 在宫里边 丞相 一般在哪 在外头 对吧 在外头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 就是中国古代的高官 最基本的一点 他得有这个权力吧 叫开府 建吉 对吧 开府 建吉 我得自己有自己的什么 府 对吧 我光有府 我这府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办公厅 我手下得有我的办公厅 明白的意思吗 对吧 就跟今天国务院似的 国务院底下得有 国务院什么 办公厅 对吧 国务院办公厅 对吧 中共中央 中央委员会 办公厅 你得有这个 然后下辖各种 机构 内阁有这些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而且还设在皇宫里边 清朝的时候 内阁就是三殿三阁 宝和殿 文华殿 五英殿 这是三殿 三殿 三阁呢 是文渊阁 匹仁阁 东阁 这个大学士在清朝 都是正一品 因为清朝大学士 也没什么用 清朝实际上掌权 是军机处了 大学士也没什么用 大学士都是正一品 但是他一般 就是一种荣誉的 这个 头衔了 清朝的这个 大学士呢 是 在这三殿三阁设立 满园的情况下 大学士四园 携办大学士两园 大学士正一品 携办大学士纵一品 这个理 名义上都一边大 但是晋升的顺序就是这样 刚一入阁的肯定是什么呀 东阁大学士 你比如左宗棠 左宗棠就是东阁大学士 然后再往上升 体人阁 文渊阁 五英殿 文华殿 宝和殿 是吧 这个 曾国藩 曾文正宫 他就是 五英殿大学士 他去世的时候 就是五英殿大学士 李鸿章 李文中宫 是文华殿大学士 宝和殿大学士 有亲一代 只有四五个人 而且都是满人 没有汉人 都是满人 乾隆以后就不再授予 任何人了 就不再授予任何 就是等于这个 文臣的最高的 这个 家强 就到宝和殿大学士 这很少 很少有 是吧 所以内阁跟原来的丞相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开府 没有辽蜀 你就是等于是一个办事机关 而不是正式机构 底下的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这个是穆宗皇帝去世 神宗继位 穆宗也是明朝为数不多的 就算能看的皇帝吧 因为明朝皇帝大多不能看 大多不能看 这个 甭说这就是人都是心理变态的人 都不是正常人 正常的皇帝也不多 穆宗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 没来及犯坏 就死了 在位七年 就驾崩了 然后他儿子神宗继位 这哥们那叫一神 那叫一神 这个神宗皇帝 就是万利 就是十三陵里被刨开的那个 定灵嘛 万利 神宗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 大概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 他跟他的爷爷家境 家境在位四十五年 基本上不见大臣 整天跟宫里练丹 最后养化肱中毒成仙了 死的时候六十岁 明朝朱元璋的这帮子孙 没有一个活过朱元璋的 一个赛的一个短命 都是这个 焦涉隐移的 荒暴不堪的这么一帮玩意 是吧 然后这个 万利皇帝一辈子最爱干的事就是数钱 是吧 就是攒钱 是吧 这个这个宫里挖一大坑 埋上几百万两银子 三百万 还可能更多 天天晚上太监掺上他到坑边看看 银子还在吗 瘸了个腿 是吧 整天在炕上盘子萎缩了 是吧 明朝皇帝整天在宫里都不出来 是吧 你这故宫里边那棵树都没有 你说那里边待着多难受 是吧 所以清朝皇帝很 很三山五元 是吧 然后避暑山庄 人经常得出去走走 人老不走不行 是吧 明朝皇帝整天在炕上盘子 腿瘀缩了 所以他继位 继位的时候 当时才十岁 那时候来不及犯患 不知道他这么坏 说这么坏 掐死算了 年方十岁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 那会神宗皇帝不好好读书 这个皇太后就用张居正吓唬他 你不好读书 一会张先生检查你功课来了 你怎么办 跟狼来了是吧 皇上就好好念 那你想皇上恨不恨那张先生 太恨了 我童年都让你糟蹋了 是吧 我这玩会儿 看着电视 你老让我念书 是吧 看着电视 大会儿网络 玩会儿游戏 QQ聊聊 你这老让我念书 你这东西 烦透了 烦透了 所以这个张居正 张居正 他出任内阁首府 在皇太后的支持下 削弱六部 后边都是 都就甭 甭看了 这个整肃立志 削减开支 清账土地 改革税制 改革税制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社会矛盾相对缓和 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得考 全是形容词 你就知道 明神宗的时候 张居正有过一个什么 改革就完了 做了改革还怎么着 就完了 这没法考你 他没有任何史实 全是形容词 所以明朝 后来 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 被烧尽了 然后既之而起的就是 清朝 清朝 清初 知道了吗 清初 仿照明朝 设立这个 内阁六部 清初 仿照这个 明朝 设立内阁六部 奏章票拟 由内阁负责 但是内阁的地位 一开始是 也不高 位高 权不重 最早 是在重德年间 太宗黄太极 仿照明朝 设立了内洪文院 内国史院 内秘书院三院 然后在三院设立大学室 然后形成内阁制度 由他们起草 奏章的票拟 由他们负责 但是 军国基要 找了吗 由 满洲贵族组成的 义政王大臣会议定夺 找了吗 这个 那个断句应该这么断 义政王大臣会议 不是义政王大臣会议 不是没听说过 义政王大臣会议 义政王大臣会议 义政的王和义政的大臣们的会议 保留了这个满洲贵族很早的这种 原始军事民主的遗风 当年 太祖皇帝起兵进攻明朝 太祖皇帝以七大恨 适师伐名 新兵两万 连下辽东七十余城 势如破竹 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土地 仅存三城 其中有一个就是宁远城 所以这个太祖皇帝亲率十三万八旗禁旅 来打这个宁远 被名将袁崇焕 用红衣大炮 击伤 所以太祖皇帝想自己一生英明 大江大浪都过了 小鹰沟得翻了船了 所以很郁闷 郁闷了半年 假帮 太祖皇帝归天之时 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 传说他比较欣赏的是他的十五子多尔滚 但是多尔滚当时年幼 所以八子皇太极就做了接班人 在老大戴善 戴善是老二 因为长子楚英被刺死 所以戴善就变成了老大了 变成了老大了 所以戴善支持 黄太极就做了皇帝了 但是黄太极当时不叫皇帝叫克汗 做克汗的时候 是四大贝勒 共义国政 除了黄太极之外 还有戴善 阿敏和莽国尔泰 四大贝勒 共义国政 一上朝 克汗的台阶上摆着四把椅子 坐着四个人 所以等于这四个是国家 领导政治局常委 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 所以后来这个 这些汉臣呢 还是谁 就游说这个 这四大贝了 随着黄太极自己的势力 日益增长 戴善首先从那台阶上下去了 戴善是老大嘛 他一带头 阿敏和莽国尔泰 不好意思舔个大脸跟那坐着 就也下去了 那后来都被黄太极找借口 下罪弄死了 只有戴善一家 活得是 有滋有味 活得有滋有味 戴善 这个就给他封爵是 何硕 兄李亲王 他是皇上的哥哥 不但是李亲王 专门加上一个 何硕 兄李亲王 清朝吸取了明朝 封爵太烂的教训 朱元璋本人 25个儿子 25个儿子 除了长子朱彪 早死 红武25年 太子朱彪就死了 31年朱元璋才终于死 是吧 然后这个 这25个儿子 每个人不得鼓到个 10个20个出来 是吧 那你想到朱元璋的孙辈 就成百了吧 就好几百了 发展到名目 这帮人除了吃饭造人 不会干别的 是吧 跟他那姓真有一拼 是吧 所以这个 发展到名目 发展到名目 这帮猪们已经达到了 几十万人 是吧 达到了几十万人 是吧 这个 几十万人 而明朝是 只要是猪 就有 爵位 就封王爵 我估计明朝 这个王爷 跟太平天国 可能能有一拼了 是吧 又一拼 所以清朝吸取这个教语 幸亏明末 李自成什么 这帮人一闹 是吧 然后这些猪们杀的杀 砍的砍 隐性埋名 隐性埋名 所以清朝这个 做了这个 这个天下之后 就吸取了这个教语 就是王爵要怎么样呢 要降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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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